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太了解 就是说权兵公爵 借钱不还了 是吗 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整个事情 我觉得最后其实线目前 严格说来 希腊还没有正式违约 他就是到了还钱的时候 但是他付了一笔行政费用 那么现在就拉长了他这个还债期限 那么就在这个有限时间里面 他就和欧洲的那些银行那些债权人 开始积极谈判 寻找一个方案 这样子的话呢 他可以继续拿到钱 对啊 人一直在倒计时 对对对 我的感觉欧洲人比较喜欢把那个最后日期限定在星期五 我已经听了好多个星期五 今天我看新闻 欧盟那边那个领导又说了 希腊本来是这两天吧 又要拿出一个就是全民这个公投以后 又要拿出一个方案 但是这次他们开会没拿出来 没拿出来 这不就是领导就说了 欧盟领导说了嘛 这个星期五就得拿出来 老星期五 星期五 对 他这个方案其实不是说我们不还你钱 而是说我们接受怎么样的条件 你们来借我们钱 因为他们现在是马上就面临第三次费务 就是因为他们第二次援助 就已经还不出钱了 那么就要延期嘛 就是延期他那个还款的时间 那现在呢 如果说欧洲就说 如果我继续借你钱那好 你必须要配合遵守一系列的条件 就是那些条件 然后他们公投就是全民来投票 我们是不是接受他们的条件 那么现在结果是我们不接受那条件 那么欧洲当然就不答应 那些条件有没有非常过分的那些呢 那反正因为齐普拉斯的话说是严苛并且具有侮辱性 他是这样说的 所以就不干 就是不是 这希腊人讲话就说等于说 我们现在还有三米就要撞到冰山 对我们来说向左还是向右 没什么两样 既然都这样 何必要紧缩呢 何必要穷着撞死呢 但是你说这个雅典人 我今天看新闻还说呢 说就雅典未成前面那条街 可能是小时美食一条街吧 坐无虚席 在这吃饭 而且在那儿那个餐馆吃一顿饭 平均就是四十欧 四十欧元 他们现在的这个提款机啊 一天只给提六十欧元 你说他那吃饭就坐无虚席 那坐无虚席大部分是游客 不是 就是雅典人 这包括他们那个辞了职的那个谁 财长 那个财长 那财长能看出这国家不富裕 辞了职之后我怎么看 骑这个摩托车带着老婆就跑了 你可以看看照片 哎 你看我就说穷开心嘛 公投六成以上啊 大家这个狂欢 你再看下边 好啊 家伙狂欢 这希腊女神感觉是吧 不错 然后这个是总理 齐布拉斯 正在舔呢 这就是你看 这就是辞了职的财长 摩托车带着老婆喝酒去了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领不到退休金的老人 在哭泣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他们就是说 希腊是个神奇的国家 最近有一篇文章 好像来自于一个假装在纽约 这么一个一个来源上 这个就是 这是奥运场馆呢 许老师 当年的奥运场馆 当年奥运的游泳池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当年奥运的游泳池 你再看下边 当年奥运场馆 就是你就感觉这种荒凉 说这漫画有点意思 说这个人 这个游客说啊 说这个 我多么喜欢古希腊的废墟啊 然后旁边那个希腊人跟他说 说昨天这儿还是一个银行 银行快撑不下去了 徐老师是去过去过希腊啊 他也去过 你们俩还都挺爱旅行的 我发现一放假就就就出去啊 我我不太知道 现在的希腊人 跟那个时候的雅典文明的 在人种上 铜铜有多少腔铜 有多少改变的 那两千多年了 怎么样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了 你提了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跟你说有一个 他们今天给我看 有一个在中国很少被注意到的新闻 就是有六个希腊的律师 现在在起诉德国的一个杂志 包括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学者 就是说啊 他们污蔑希腊 说是这个希腊呀 就是劣质文化 说为什么希腊是劣质文化呢 这个里边就牵扯上一个学术上面的一个 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啊 就是听说呢 这个这种说法就是说啊 所谓的古希腊文化呀 是个假的 是这个西方有些学者为了某种目的 比方说这个 他们这个希腊有学者讲啊 说我们一开始就是是讲 阿尔巴尼亚语的 我们认为我们是罗马那边的人 但是后来德国有一些个学者 就非要跟我们说 你们的祖先呢 你们的祖先在公元一千年前呢 是高大的金发的 一个最完美的优秀的一个人种 他们称持起了所谓的古希腊文化 甚至于现在这还有一些遗案 就是说啊 什么帕特农神庙啊 或者神庙 其实呢 那是就是土耳其的 是是是等于说是一个奥斯曼帝国的这个遗迹 不是什么最早以前的古希腊 后来是肯定也是被重建啊 翻修啊什么的 也有这样 但是如果说那个帕特农神庙 他一开始他的地基 就是奥斯曼帝国那个时候建的 这个我不太相信 这个就不可能 他应该是伯克利时代 现在全靠着帕特农神庙 我跟你讲 要是希腊没有那个帕特农神庙 他不被整个西方世界 视为他们文化的一个源头的话 希腊就相当于比方说黑山共和国啊 或者克罗迪亚啊 或者是阿尔巴尼亚这样的话 他那个 早就去掉了 欧盟早就不理他了 我跟你讲 养这个老祖宗烦死了 就这起诉讼当中 他涉及到的一个学术上的争议 就是说现代的希腊人 不是传说中的古代的希腊人 据说这种说法认为 现代的希腊人正是斯拉夫人种 这就是我怀疑的 因为我看看现在的希腊人的所作所为 跟我理解的雅典 雅典是民主 公民 这个雅典是民主 是整个现代民主的一个先驱 那文献都有嘛 很多很多人 苏格拉底也都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流文化的源头在那里 我怎么看怎么不像 你别逗了 徐老师 我跟你说 要我说这人得学习 我 我学习了一点 希腊这个欠债不还 你还别追怀那个时机 就是在柏拉图 柏拉图都快吐了 柏拉图 苏格拉底 圣人辈出的那个时候 那公元前几世纪 黄金时代 历史有名正 黄金时代 希腊的那个时候的城邦 早就有欠债 违约不还的历史 13个城邦 给一个庙 借钱 借了之后就不还 那就是与柏拉图同时的那个时候 所以他们算过 就是说这个古希腊历史上 就有多次 借债 违约不还 古罗马的人就说嘛 永远不要相信希腊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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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现在肯定黑希腊呀 那是蔚然成风 我觉得现在不管这个 希腊的债务危机 最后他解决出来 是怎么样一个后果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一次希腊 他在外交上是非常失败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这一次 他损失的呀 是他的国际信誉 是他的这种名声 而且呢 他的这种损失度 其实要我看来的话呢 有一点失功于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得到的所有关于 希腊的债务危机的消息 都是从BBC CNN 德国之声 这些主流媒体得到的 我们有没有看到任何希腊媒体 他们自己的报道呢 为什么他们这样 我们都是听了债主的这个消息 所以说我就觉得 真的作为任何一个国家 一个大国 尤其是现在这个 要利于民族之力呢 这个媒体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所有的债权人都在说 希腊云云不好 普京为他们说话 普京就是说 说你们说希腊好吃懒做 欠你们钱不还 但是普京说 这种情况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我过去也以为 像希腊肯定是理亏 你难道你借人钱不还 群体投票 怎么这么高兴呢 就不还了 但是这个里面要不说 它永远有很复杂的原因 就是当年这个欧洲 要连成一个欧盟的这个时候 德国当时的这个领导人 也就就比如说 好像拉这个西班牙呀 拉意大利呀 都是降低标准的 就是他们的这个经济标准 按说达不到 但是他们为了他们的这个核心概念 就降低标准把你拉进来 拉进来你也是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的这些运筹 但是这就埋下了 你一个一个根子 其实关于希腊俄罗斯 希腊德国可以说几句 首先希腊跟俄罗斯的话 他的这种渊源可能真的是大国或者强固 我们所想象的 第一个是东正教 还有一个 其实对于欧洲学者 还有很多历史学家来说 怎么去划分东西方世界 他们的界限是亚大利亚海 也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 意大利跟希腊之间的这个海 然后呢 也就是说从他们的传统理念上 希腊一直是一个东方的国家 包括那个时候的亚历山大 那是东方帝国 所以说他东方 他心理上自然是跟东方的这些国家 那包括这个劳大哥 俄罗斯 他心理上是有这种心境的 而且现在呢 他确实 为什么这个希腊拉斯他就那么横 因为他也知道他有底牌 那就是什么呢 他后边就是普京 普京现在呢 他的这个offer条件已经摆上桌了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边实在不行 我借钱给你 借钱给你 那好有条件 那么现在最主要的两个条件 一个呢 就是要铺那个天然气管道 那也就是取代在以前 在那个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更可怕的 因为希腊 你别看他国家国土面积 这个我也觉得很吃惊 就是在整个地中海 他的海岸线是最长的 长过意大利 长过西亚 俄罗斯呢 从来就缺海 没有缺海 然后北约的最大的军事基地 海军基地 最大的一个好像是在意大利 第二大的 也就是通往 直接通往中东的 就是在希腊 那么现在俄罗斯就提出 如果我借你钱 你要借给我 你要租给我 一个军事基地 好假 黑海舰队 改亚德里亚海舰队了 是 而且希腊是一个 北约的一个成员国 北约成员国 打开大门 让俄罗斯进来 那得了 对 所以奥巴马 现在也有点急了 给那个法国 德国那俩头打电话 就是 尽量还是不要退出 这都是影响到安全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这就像下围棋一样 在东欧这里 普京是节节败退 一直到乌克兰 现在好 你在这里 北约一步步欺负我 我到你那边去下一个召集 因为你一个北约里边 也有漏洞 你有钱搞不定的 对 当年我不是上次讲过吗 丘杰尔在策划 反攻欧洲的时候 一条路线 就是直接从希腊那里过去 跟斯大林的一个 私下的合约 就是说 中间罗马尼亚 波兰 那波兰又是另外一个 捷克 中间都可以谈 但希腊 一定要我们拿下 我 原来这个你知道读书人 想的就是巴腾宗神庙 想的就是西方文明 要那几根柱子来做 祭祀的老根据地 这个小田这个现在做政治节目 原来这个背后有很多 这是一个俄罗斯的海口 徐老师 讲的也对 我听你的意思 你觉得就是西方这些个 欧洲这些强国发达国家 之所以现在还救助他 多少是看待有点老祖宗的份上 就好像自己一大家族啊 有这么一个 其中这个家族里面有这么一个侄子啊 或者什么 特别不争气 好吃懒做 借钱 怎么办呢 但是有一条 他的血缘是最正宗的 家里拜的多少袋上面啊 如果查家谱下来啊 他这个关系比你们都 都更直接 所以你不能把他随便开出去 我是坚持这么认为 要是他是南斯拉夫的 就是那黑山共和国的话 西方没那么紧张 你去去去吧 你普京拿去吧 你说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 那么就是说 现代的这个希腊人 第一个 你比如说欧洲人认为 希腊是他们的祖先了 对吧 祖宗也是文化的血脉 他们的庙是他们的祖宗 对 那么第一 西方文化的根源 他这个古希腊文化 是不是像所谓中华五千年文明一样 一以贯之 没有间断的 到了现代希腊呢 你这个文脉啊 实际已经断过 其实是这样 他那个黄金时期过后 他们就经历了整整八百年的黑暗时期 黑暗时期过后 才是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那个时候追求的 就是要恢复到古典希腊时候的那种文艺水平 但是我再给你补充啊 就是所以你看 很多时候说落后啊 你要站在强势群体的角度讲 好像很有道理 欠债不还呢 什么的 比如说过去像咱们说的盗版呢 什么的 也是啊 就是说你盗人家版 你太不像话了 可是你要从这个落后群体的这个角度来说啊 他又是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 比方说就是说这个希腊 希腊他是怎么着啊 他被在这个文艺复兴的时候 都在追溯古希腊的文明源头 可是那个时候西欧发达国家他们往前走了 可是那个时候呢 这个希腊被奥斯曼土耳其占据了很长时间 也就是说他的发展比西欧其他强国落后了几百年 一直到一八二几年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摆脱 我在雅典住在酒店上 看下面这个城市跟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没啥区别 就是抬头看到这个卫城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这样 两千多年前这里有一群人想出了一点概念 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后来经过罗马 经过英国法国欧洲 一直到美国变成了西方文明的主流 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 守着这堆石头的人 跟这个没关系 他们后来是就跟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 就是他们后来一直 文艺复兴 他们只是个符号 拜托 复兴是靠意大利 靠法国 靠英国在复兴 希腊是他们的一个符号 跟希腊人的生活没关系 那土耳其的炮还把巴特农神庙上面的柱子打坏呢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这样 对刚才徐老师讲 那个土耳其他们打那个巴特农神庙的时候 就还有一个故事 当时他们就打 然后土耳其人就被围在了那卫尘上边 他们怎么办 当时就没子弹了 他们就开始拆那个神庙 去取那些钉子 然后自己出来做子弹 就把那些希腊人吓坏了 然后把希腊人吓坏了 希腊人马上宣布停战 而且给他们送子弹 就说子弹我们给你供 千万不要破坏我们的这个巴特农神庙 反正有这个故事 但是我觉得希腊 从她两千多年前一直到现在 她说她有她是一个 就是有很多过人的禀赋的 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 但是我觉得一直欠缺的是什么 一直欠缺的是她的政治张力 政治智慧 政治手腕 包括今天 可是她对世界最大的遗产 是她的文明的模式 是她的政治遗产 她当时是因为亚历山大 通过军事征服 去实现了 对实现了文化的传播 文化的感染 文明的这种传播 有了三百年的这个希腊化时期 但是呢 她不是靠着政治笼络 她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输出 跟后来的罗马帝国完全不一样 罗马就完全是靠着政治手腕 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 那是为什么亚历山大死了以后 就短短十年 整个这么大一个帝国 就荡然无存 它跟后来这个 所以罗马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 后来的清朝战国那种 希腊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春秋 我们在中国人心里啊 其实知道战国是最厉害的 可是我们总愿意认同春秋 春秋大义 所以西方人也是这样 其实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学的是后来的罗马的 你说的对 但是他要假装他崇拜的是希腊的 因为罗马那个时候 他学的就是希腊的 罗马那个时候 罗马学希腊是 他把它变成强权化 你知道那个时候 罗马帝国初期 还没有成为一个帝国的时候 当时还是在意大利啊 那个地方 在罗马一个小的城邦 那个时候 他们的 他们也是出去征战 在那个希腊 就招 那个抓了很多俘虏 然后回到意大利 抓这些俘虏回来干嘛呢 就专门教他们拉丁语 教他们希腊文化 他们从那里得到了很多一些 怎么治国的一些理念 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数学 几何天文等等 都是在罗马帝国千年时代里面 都没有办法去赶超这个 这个 现在甚至说 说古希腊 所谓古希腊的文明 咱们以为的很多东西 实际是哪的呢 是那个IS IS现在破坏的 对对对 包括你说的数学啊 阿拉伯数字 但是那里没遗迹了 那里只有一个传说了 有美丽的传说了 希腊呢 是还有石头在 而且希腊还有文字在 希腊是比较实在的 我我们讲回到更加实在的吧 我那圈国家有一次都走过 从从伊斯坦布尔到希腊 到意大利 到西班牙 到葡萄牙 一路都是仇恨德国 那这个是要非常准确 那个时候正好提欧洲杯 我的一路看球 只要有德国队 下面的人就骂 我是帮德国队的 我不敢作声啊 那个所有南欧的人啊 看到德国队就恨 我就问他们 我说为什么你们这样恨 你们是不是在想二战啊什么 其实二战他们帮德国的 他们说今天他们的经济这么困难 东西这么贵 都是因为德国 政府欠了德国的钱啊 今天整个欧洲 包括南欧这些穷国 他们都遵照 欧盟的游戏规则 而欧盟的游戏规则是德国老大 你要参加他的game 你就要造他的规则 所以对那里的老百姓来说 他们就就像你刚才讲 你要站在希腊人的心目来讲 我们为什么穷啊 我们为什么借命钱啊 就是因为你们害啊 你们这套规则把我们害苦了 所以 弱国无外交 对不对啊 所以他那个对制定规则的问题 对 就是说先发国家 就跟奥运会似的 这个运动 运动比赛规则是你定的 但是呢 比如说他们说 你比如说一开始 中国的这个发展 跟这种山寨软件 跟这个盗版 甚至于就是说啊 中国电影的发展 最早的这些个电影导演 最早看到的这些西方电影 很多都是通过盗版 你这种就属于啊 你按照别人的游戏规则 你要这么改 你永远落在别人的后边 现在希腊其实就是这问题啊 就是说 但是你们认为 是有一个规则问题 还是有一个什么问题 你比如像他们讲啊 说 我就是说 现在这个朋友圈 不是流传这个 一个神奇的国度 就是讲这个希腊 就是说 有一个华尔街日报的 这么一个记者 他呢 叫什么呢 詹姆斯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的父母亲 就是希腊的移民 所以他对这个希腊 这个问题 有研究的兴趣 出了一本书 他发现希腊有一个岛 这个岛上的盲人呢 占到了全岛人口的2% 就超出了一般的数字 怎么这么多的盲人 结果他去了 他发现呢 里边至少有498个人 不是盲人 他是冒领 然后他就又沿着这个问题啊 就往下调查 比方说 就说希腊 好像说有这个私人游泳池的 哎 就是得这个怎么交这个奢侈税 对吧 结果呢 真正登记在册就申报交税的这个游泳池 也就300个游泳池 可是不是有那个GPS那个那个那个地图 那个玩意儿吗 发现呢 Google Earth 对发现在他国土上至少啊 有2万个游泳池 然后都是逃税的 然后这个事务官来检查的时候 他们就拿一种那个迷彩的那个油漆布啊 把自己家游泳池给盖上 甚至他还说一件事 我没去过希腊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就是他说 希腊的这个地铁啊 没有那个炸机票机 所以他就说全靠自觉 那么他就是说 几百万人不买地铁票 就每天上地铁 有有有 是吗 有这样的情况 对 是这样的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说 一个是规则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其实是国民教育的问题 因为他的素质 其实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呢 你的这个整个基础设施什么的 你copy的就是西方国家的那一套 那当然就不奏效了 对吧 就需要有的监管 他没有 监管没有跟上这个制度 应该这样说 这就说明古希腊文明 跟我们东方文明有相通的地方 我们中国古代 你知道吧 历朝历代啊 按人钉算税的时候啊 对 人口数量都是很低的 对 某一个朝代 贪丁入母啊 对对 人口暴增啊 对 还不相通啊 以前我就 世界文明 这个 我以前跟我一个 西大的朋友 对 所以你像咱们 还是咱们中国这个登记严格 很多时候老人 这个被被死亡嘛 或者说 每次到我们这儿 你领钱的 得告我们 你还活着才行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换句话说了 国家呢 我是批评希腊 做人呢 还是做希腊人开心 哎呀 这雅典人真是舒服啊 这个城市破破旧旧的 整个雅典 除了山上的庙以外 下面只有一个建筑是好的 就是那个神庙下面的那个博物馆 我开始搞不懂 怎么能修到这么漂亮的博物馆 玻璃的地板 下面就是考古的地底 后来知道 这个博物馆是欧盟修的 现在所有欧洲国家来的人 学生也好 成年人好 免费进场 只有这个 除了这个博物馆以外 在雅典 好的酒店也找不到 就是在雅典 它的基础设施是非常糟糕的 道路什么的 很难啊 就叫完全叫这个年久失修 但是呢 我去年去的希腊的一个岛 叫克里特岛 很远的 哎呀 但它那个公路修得好 都不得了 全是这个沿海大道啊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 是因为什么旅游业 在希腊 它的这个GDP里面 占的比重是相当的高的 其实那也是为什么 它这次公投 为什么是全民说no 他们不要接受 那个欧盟给他们的一个 这个缩减财政的方案啊 就是因为其中有一条 他们就举例说 现在的旅游消费税 它VAT 是6%到13% 但是呢 根据新的方案 必须全部增加到23% 但是呢 和他们一样的一些 这个旅游胜利 对 像意大利 像西班牙 它的这个旅游消费的VAT 也就是7% 8% 他们说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没法做生意了 本来就没有什么工业 就靠旅游赚点钱 那以后怎么过日子呢 而且就说 而且小白屋也已经够贵的了 他们讲 就说一般说希腊人 这个懒呢 其实有一些在那里 中国人也说 当然他们是那种啊 就是有五十块钱 当天全花光 是这么一种 但是呢 实际上很多人非常贫困 他就是说 他确实不像你 不像你说的那么幸福 他就是 我觉得他们挺开心的 开心 你看雅典 房子很多都很差 但是个个都有阳台 整个房子的设计 全部都是很大的阳台 意大利也没有那么多啊 其他的国家也没那么多啊 但是另外一点 我也很佩服 像那些小岛啊 一个小岛上 全部靠旅游业 人口才几千上万 大大小小的教堂上千个 各种各样的教堂上千个 而且那些教堂 也都是很小的白的 对对对 很小的白的 对 人精神富有 对精神富有 精神富有就行了 挺好 德国人精神也不平凡 德国人 要做人 我宁可在雅典 不在德国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你的确是欠了人家钱啊 但是德国确实 没有还这个雅典 这个战争